距离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剩下10天 汽水警分局针对会选买票及选举赌盘等情资 加强搜报查处 甚至邀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到杀戮来宣导反会选 不过这样的动作也引起候选人言欢恒不满 之一太过针对 而分局也澄清一切行政中立 希望营造干净的选举环境 如果你有遇到会选的情况的话 就可以拨打这个专线 分局队员向路过民众大力宣导反会选 也鼓励主动检举不法的选举赌盘 1月9号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将至 汽水警分局为了维持公平的选举环境 多次到公庙等地方宣导 更制作影片来提倡反会选 我们截至目前为止 在杀戮区在各社区还有公庙的广场前 已举行有关选举说明会等造势活动 既有28场 本分局并派远景深入社区市场 对一般的民众加强宣导买票 卖票都是违法的等等的内容 日前分局更邀请台中地监署检察官马洪叶 到杀戮举办反会选宣导工作 不过竟然引起候选人严宽衡的不满 质疑太过针对 连分局的宣导影片几乎都是自己的选举活动 觉得被影射 没有被针对我想也没有人会相信 其实这就是针对性的 检察官进驻 然后针对特定候选人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 对此清水警分局也表示 辖区内至今盐宽衡举办的场次为26场 相较于候选人林静怡和林静怜各只有一场 能截取的画面自然也比较多 我们这边分局都是依照各个候选人 他所谓申请集会游行的一个相关规定 我们才会派遣必要的警力来在现场维持秩序 而不是有所谓的什么收贞 还是什么选举的等等的一些作为 分局表示一切行政中立 以维持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为目的 透过不断的宣导反会选 至今尚未查出不法的选举情势 不容许暴力或非法手段来干涉投票选举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